好 回到台灣貢獻團 今天我們來賓將近一個半小時的分析 來看到說到底王靜民院長這一招是什麼意思 之後大家有沒有更加的清楚 但重點是很多人又立刻從表面上分析看到 那這個服帽 現在是害了了 不可能又走下去了 不曉得那個龐老師是這樣子嗎 服帽不用期待了嗎 如果現在什麼先立法 再來審議或再來協商 對 我想剛剛其實呢 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 當然到現在坦白講 王院長的那個所謂 所謂呢 讓這一個程序上面 能夠程序上面呢 就是說 先立法再協商 這個說法的真正意涵是什麼 這一點呢 我們還需要去摸清楚 那麼我們也希望就是王院長呢 能夠呢 在剩下來這段時間裡面 能夠把這個呢 講得更清楚一些 不要呢 原先是豪義 結果造成的各方都是誤解 如果呢 有一天發現到 就是說是各方都誤解了 那麼呢 當然那個時候呢 他對於你原先的期待 恐怕呢 就會造成很多負面的作用 對 所以這方面的 第一個 請王院長呢 能夠把你的規劃 講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個 講清楚會好嗎 都是模糊一點 是比較好處理 這方面就看了 就是說是呢 以王院長的這一個高度呢 他這方面的拿捏之間 我想呢 他會有他的一些盤算 OK 那我們這邊只能夠建議 就是說呢 如果要讓學生能夠退場 當然呢 幫他們打一個下台階 是很好的 可是呢 如果就是說 今天有人對於你的 這一個所謂先例法 在協商的這一個說法 大家要追究的話 你要怎麼樣呢 能夠提出一套說法 這個說法呢 讓大家都覺得說 跟我原來的預期落差不大 這點恐怕呢 是我們對王院長 這個很高度的期待 至於實際的後果 實際的效果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晚上呢 會是有很多的 各方的意見都會出來 對 而且呢 在此 明天呢 恐怕也都要見到 各方的真章了 對 好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 福茂 這個政治問題卡在前面 福茂到底接下來 走不走的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做 這樣的一個整理 給大家看 其實郭老師 福茂該不該走下去 對於台灣經濟發展 其實這是回到問題 最最原點 那之前 那很多程序問題卡住 以致於發生這次的學運 那這個問題 民主黨自己的態度 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到最後審的時候 那個總的得失 對 就會慢慢清楚 還有一些現實條件 也會慢慢清楚 比如說福茂真的可以重彈嗎 是 如果中國反對呢 那這個代價是什麼 會不會考到後面的貨貌 對 然後 你貨貌如果今年也簽不出來 那韓國跟中國FTA 年底可能就簽了 沒錯 那是不是衝擊更大 對 比如說面板 現在稅就是5% 那整車出口稅是25% 不得了 那豐田確實是要來台灣投資 上次浮屍就卡住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現實條件會都浮出來 我覺得 尤其是到最後決定要不要過那一刻 那那個時候就要做一個總清算 是 總清算 民進黨會是什麼樣的態度 也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態度 因為現在還沒到那一刻 所以不用表態 不是 不是 我也不是說不用表態 因為它對岸也出來了 那個對岸的差距並沒有想像中大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到最後就會開始清盤嘛 清盤就是說 假設啦 我們假設說有5條 民進黨是認為一定要改 假設啦 可是得知說 中共不會跟你重談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相對 因為政治都是這樣 都是相對的啦 沒有絕對的啦 那你當然覺得 這5項是很不好嘛 那很不好 到對方不跟你重談 那怎麼辦呢 是 那你就變成就是說 那可能就沒有了 那就是 因為這5條 或者是沒有 對 那就變成是你跟沒有的 對比 你這個問題我補充一下 那天高宏林有出來講這個問題 而且高宏林他特別引用了 民進黨版 跟國民黨的差距只有不到5% 這個部分 他說如果那部分是一定要 這個刪掉 或者一定要拿掉 不要用重談了 用補充會議 救會結局 那你要大陸同意 對 但是高宏林出來說的話 他具有特殊意義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他不是沒有方法來決定 但是這個鄉總他畢竟前面還是要吵一段 接下來大家真正認認真真看到這個服貌該不該過的時候 恐怕才會想到他的存在實質真實意義 但是接下來會不會很遙遠 談不到服貌 還是他真的會卡住 誰要去談實質呢 因為當民進黨那個版本出來了之後 那個版本我叫他叫面子版 那面子版就是我做一個在野黨 不斷被他逼急了之後 我總要拿了拿點東西出來 可是我實在不曉得該改些什麼東西 然後印在裡面調幾個文字 那些文字老實講不調又怎麼樣 你那五個條文東西你閉著眼就要過了 對那個服貌的精神會有影響嗎 有多大的傷害 那五條是你距離力爭非要捍衛的嗎 那挑起來的那幾個產業真的是你在乎的產業嗎 他在整個的一個服貌架構當中的那個比例微乎其微 面子問題 何況大部分的就是說這些服貌的這些項目 其實在這找開放 我光講餐飲 餐飲大陸的幾乎一線的餐飲 陸陸續續都來台灣試過點 全部煞魚 真正開放是35項 對你對的 就你到底在怕特別是金融業的部分 那這開放的35項裡面 老實講大部分的產業工會都站出來 就是說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他們歡迎開開放競爭 你從台灣過去30年經驗來看 台灣什麼時候因為當時非常在乎的 所謂的開放受害而真的受害過 從早期的對美國的一些農產品的開放 我們受害了什麼 你今天回過頭緒來講 如果連連服貌都怕 麥當勞進來是怎麼回事 然後之後的所有的這些 這些餐飲服務業進來又怎麼回事 不需要台灣如果連像這樣一個服貌 其實都要怕的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好談的 今天其實沒有人在在乎實質的問題 大家都在談程序 程序只不過是個藉口 我說實質是經濟的 程序都是政治的 大家在乎的怎麼是政治 我在過去這段期間裡面 我覺得最莫名其妙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明明知道 知道內情 或者說隱隱約約知道大概情況 何必一定要去美化那群學生呢 他們除了身分是學生之外 其他的有什麼好去美化的 那些學生本身在意識形態上來講是非常特別的 他們本身在立場上面來講是非常特別的 他們政黨的關聯是非常特別的 他們的手段是非常特別的 這麼特別的一群報名只是因為他有學生的身分 我們需要去美化他 然後大家都要把他捧在手的手巾上面 給他們一個退場機制莫名其妙 老實講今天那些學生走了 如果是其他的這些台教會 或者其他的這些所所謂的公民團體進來了之後 警察如果要去驅趕他們 我會問你說那你憑什麼呢 難道學生就不用趕 然後其他人進來就要趕嗎 你的道理在哪裡 這跟白狼的問題是一樣的 為什麼他們可以我不可以 我白狼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算我過去有暗敵 我過去參加過幫派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憑什麼那些人比我有更高的正當性 好 這個就引起很大很大的衝擊 以後不要再鼓勵了 我參與法律剛剛講就是說是 今天大家談到就是說是 福茂協議到底對台灣衝擊有多大 剛剛正安也提到這個問題 其實16產公廷會各行各業意見都已經表達過 其中包括我自己就參加了兩次 所以你如果從那種現場上來說的話 大家都已經把意見做了表達 可是過去這半年多16產公廷會各行 有哪一個學生關心過 這個所謂的福茂協議的實質的意見表達 然後今天說福茂協議是黑箱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很公平的一個回應 但是他畢竟就因為這樣而是上了街 而進站了立法院 進站到了今天已經21天了 所以歐老師這個福茂現在要來審 他到底審不審議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假議題 賺了一千回來 大家其實都不會反對他 這個國書問的一個核心問題 其實剛才香榮說那個話 我回應一下香榮 也就可以回答您的問題 就是說很多經濟現象的問題 結果不是經濟問題 而是心理問題 好那今天我們處理了二十多天 其實處理了很多的是心理問題 所導出來的行為問題 好那為什麼要去美化他 或者為什麼要對學生這兩個字 所引領以下的做多一點的包容 或者這個如果執政黨做某些處理的時候 就會被多一點的譴責 為什麼不可以用報名兩個字 把他們連上 這個原因還是和心理問題有關 我用街上的一位阿伯 他所說的話 來解釋這個話 他說 做大人的 沒關係啦 那個小孩拼兩句 沒關係啦 OK 這是群眾的一種理解 那如果我們 枉顧群眾的理解的時候 即使你說的是對的喔 香榮的FB還是會被灌爆的 就算他是對的 他這樣會被罵到爆 他的車子停在前線上 就會被刺破輪胎 可是日後回頭說 唐先生真的是爭之佐見先知 所以你知道先知常常都壯烈而亡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保全 保全真的很重要 所以民進黨 乖乖的去擔保全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 經濟的問題別忘了 經常和心理問題有關 所以今天演變至如此啦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兒回來